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摸的米姜 米姜 然后放了鸡蛋 鸡蛋 肉的也有 热气很大 对 是蒸汽的 它就是靠这个蒸汽蒸出来的 还有糖 你看这糖没有辣吗 不要辣 不要辣 焦汁焦了啊 焦汁焦上去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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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焦一下我打包 啊 我们现在要做备的 保着等火 保着等火都来不及了 8点半之后就是一个高通 到10点钟了 就是才能结束的 你这个制作过程啊 有点照宣纸 来 我们这个呢就是 讲究的就是薄透 薄透 还有弹性 炸酱烙面 这是另一种产品 对的 熟了 还有蒸饺 都有 有 大姐的产品种类还是挺多的 还可以 这是现包的 嗯 蒸饺 蒸饺 蒸饺蒸的时间会长一点 对的 这些码要蒸个十五分钟以上 仙气飘飘啊 大姐你这边 哈哈哈哈 仙气飘飘是哈 是啊 哈哈 对啊 这一桶见底了 哎 对的 这个产品好像又不一样 哎 对的 咱们 炸酱米线 芝芝宝大酱 八圆 大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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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肉帮我调水 嗯 选多少 好 好 来了 好 有饺子啊 这是大蒸 这边 啥蒸不叫之 好 还有这个 我这 这点不饱 鸡蛋茶那个小妹先来的 好我先的 好你要不要辣椒 不要辣 不要辣好 不要辣椒之 好 恭喜生海 九丸 好小妹子 嗯 好 好 要一个大了就两个大妹妹 你同事经常在这里买 大姐是不是想着女儿在美国读书特别有概念 我们都是苦过来的人 喜欢的 今天早上几点出炭的 今天早上 反正四点半到零 出门的时候就是六点十分出门 鸡蛋都变成鸡蛋壳了 是的 要拉下了 这里它的空间小 像我们广州的空间大的地方 可以它一甩就甩得好 大姐在这里摆摊多长时间了 年头四个年头 如果按时间真正的就是三年 常常早都会的 我们再往这都会的就是没有做 但是没有做 之前我们是在永贵超市里面上班的 就是食堂里面 食堂里面我一个人烧一百多个元的饭 你有这个烹饪的技术的 会一点 反正他们也蛮喜欢我烧的菜 是 那您烧的都是广东菜 对的 因为我个个以前就开饭店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么一点的 有这个手艺 有一点基础吧 是 之前在广州也做过 但是没什么赚的钱 就是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做澳洲龙虾的 做澳龙就是做一个品种 其他品种没做 各年在和伙一起做的 在批发市场里面做批发的 也做过 哎呀阿姨苦苦来来厂里面也做 厂里面做几份工作在厂里面 好银行仓库车间里面都要管 都要出去搭搭搭 好了 妹妹你要吃什么 鸡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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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那鱼表厂里面 我用鱼表厂里面干了八年了 是 自己做的话比在厂里更辛苦应该 这个时候我本来也是想自己开那鱼表厂的 但是业务手上的业务不充裕 后来我就改变了 没有做 是 那您学英语的计划启动了吗 阿姨在催我 在催我 在催我 我说等阿姨退休了 在学了这个音符 音符里面了 那个洪老师刚刚又发信息给我的 我说等我到时候再说吧 已经找到英语老师了 哎呀 这个音符里面的 她想我现在就学 我说阿姨呢 现在还没有空嘛 然后有空嘛 看得上好的呀 反正这样自己的生活比较通郁一点呗 我说咸的也是咸的 也得有啊 是的 大姐您未来希望您女儿是在国外生活还是回到国内来 这个不知道她的我也不管她的 反正比较不中牛 就是尊重她的选择 对对的 现在我们两个老的以后过好就行了 今年做到大年初级啊 你这个生意啊 我大年三十都做 反正休息一天嘛 初一就一天嘛 我怎么不多休息两天呢 在家里面也没啥事情 在家里面也坐着也就坐着 没啥事也就不出去 出去嘛 还好啊 也不出去 就算了 就在这里吧 去年我也就在这儿 也是休了一天 都休息了 没什么人的 就是来这里面走一走呢 有个骨块它也需要你要吃 就少一口吧 就少一口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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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